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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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告继续浏览后续 据朝鲜日报今天报道说,中国本土成立香港危机中。 新!当地时间26日,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称,中国领导层希望将 该危机管理中心作为正式联络总部,取代驻香港的中联办。 此前,北京和香港之间的沟通是通过中国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进行的。 中联办位于被监视摄像机包围的香港高层建筑内,建筑物上安装了钢、铁防护墙和强化玻璃罩。 该报道引据熟悉此事的两位人士透露,中国正在考虑更换主任王志敏, Rap Seeming,已表达对此前通过中联办处理香港示威的不满。 此前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中联办因错误判断香港示威情况而受到指责。 报道称,中国当局者表示,连落办公室由城市富有阶层和本土精英们开展工作, 在此过程中被孤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